从贵妃的脉象来看 那只是受惊颇重 神思混乱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难道真的是中邪了 也不行 左右我先开一季房子吧 安神的 你给贵妃娘娘先扶下 还要你们要记住 贵妃娘娘是赤足照亮 爱业酒还得继续喝 爱业也得继续用 奴婢记下了 好 主儿 多吃点 您人都瘦了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点牛肉吧 来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主儿 您吃点饭吧 我求求你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吧 吃吧 好热 主儿 没有恶弱呀 快吃 快吃 主儿 主儿 恶弱 主儿 恶弱 小雪 来来来 来 主儿 来 主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嘛 萨满也跳过了 鬼火也就没了 鬼火没了 本宫心情就好啊 心情好了 气色就好了 那咱们今天出去走走 贵妃病了 咱们去贤府宫里瞧瞧她 好 宫中以讹传讹 闹得人心惶惶 成何体统 这宫人们闲来无事 就爱乱教舍根 皇后娘娘不必理会 若皇上回来 听到满宫的怪力乱神之语 岂不要责怪本宫约束不言之罪 赵姨太 奴才在 去传本宫的意思 宫中谁再敢提贤府宫闹鬼之事 一律仗则三十 奴才遵旨 皇后娘娘 既然贵妃病着 不妨咱们去瞧瞧 也不妄姐妹一场 苏联 你去叫上景色 好歹贵妃曾经照顾过她 她应该去看王 是 这都是什么呀 皇后娘 我怕 你不必待在这儿了 联心 带公主出去 是 公主 我们出去玩 娘娘当心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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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奴婢 快起来 皇后娘娘来了 奴婢扶您起来吧 娘娘来了 来了 扶您起来 娘娘娘 好了 你不必起来了 好好躺着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太医过来瞧过没有 已经来过了 已经来过了 公请皇后娘娘 嘉婢娘娘照一照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童儿总是看到阿若出现在闲浮宫 让出入的人都照一照 免得不干净的东西 附在人身上跟进来 嗯 荒唐 鬼还没来 自己倒把自己吓成这个样子 拿下去 不是 你们怎么不相信呢 娘娘 阿若天天都来找臣妾 她有时候 她有时候就站在那个饭桌前的 有时候 有时候就在那臣妾的床头 住嘴 噓 你身为贵妃 居然在宫中 闹出这么不堪的东西 贤妃也是吓坏了 但只是找来萨满法事 过来做做法事就罢了 偏偏只有你这儿 弄得无烟瘴气的 可不敢这么说 在下说 你问阿若又该来了 本宫已经问过了 先复宫 除了你之外 压根没有人见过阿若 只有你才胡言乱语 不是的 来呀 军容 你抓不到 你抓不到 你抓不到吧 不玩了 不玩了 什么老鹰捉小鸡啊 还不如双喜上回玩的 那些蛇给我看呢 双喜 蛇呢 那奴才带你去玩蛇 好 谢娘娘 公主有礼了 新玄 贵妃呢 回贤妃娘娘 我们主就和皇后娘娘 嘉宾娘娘谈话呢 原以为贵妃和本宫 得的是一样的病 想来瞧瞧她 这是安华殿大师 亲手抄录的佛经 每天读一读 心里也安静些 帮我转给贵妃吧 多谢贤妃娘娘 我们主得了这个 或许能安心些 双喜会玩蛇 奴婢回去 让三宝查一查 娘娘 阿若 为什么经常来找臣妾啊 是不是因为 您夫妻高阳期望 阿若不敢去找您 只敢来找臣妾 臣妾是替您受过是吧 你胡说些什么 臣妾怎么就胡说呢 娘娘 母阿贤妃的事情 您不都知道吗 龙宫走水 饭在里做了手脚 这些事 您不都参与了吗 就连贤妃中了披霜 是不是也是您干的 娘娘 贵妃 本宫念在你我姐妹情义 你偶尔一两句风言风语 本宫都不会跟你计较 可若是你敢污蔑本宫 本宫绝不会饶了你 娘娘 您不能不管我呀 那些事情明明是我为您做的 我 佳平 贵妃 您今儿是病糊涂了还是真疯了 这样胡乱攀扯的话都说得出口了 您做了六年的贵妃 这高氏满门的生死荣辱 就这样被你一口断送 您不觉得可惜吗 皇后 娘娘 贵妃神志不清 咱们不必与她一般见识 本宫自然不会与她一般见识 你好好清醒清醒吧 娘娘 你别走啊 娘娘 你别走啊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走 臣妾都是为了您 臣妾都是为了您啊 娘娘 阿若天妾来找我 她是替我顶罪 也是替您顶罪啊 我好娘娘 你别走啊 我好娘娘 这才春日礼就已经这么热了 皇上快回来了 皇后娘娘备着接驾 倒是你有空陪本宫走走 奴婢陪您也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家主儿那一巴掌打得好 贵妃胡言乱语是该清醒清醒 她想胡乱攀扯谁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她谁都攀扯不上 我们娘娘是个贤惠人 只能心里甘生气 又不能失了中宫的气度 多亏有您在 我有什么可怕的 打了也便打了 只是咱们还要想个法子 堵住贵妃那张胡乱咬人的嘴啊 说得是呢 奴婢也正着急 万一贵妃疯起来 连高氏一族也不顾了 让皇上回来听见这话 可怎么是好 那就得想个法子 让她说出来的话没人信 怎会没人相信 她现在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了 说是能疯了就好了 这样她胡乱攀扯的那些话 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 可怎么办得到呢 是吗 墨兴姐姐 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 回去吧 主睡了吗 还没有 安息香送来了 我去给她点上 让她睡得好些 优优独播都没想到 你家说的 他们看看 你现在怎么能 leaders 可怕的 还不过 她才会 夜 妈